昨天說到,倫文罪聽了倫永倫狗講出鄉下的怪事,真是又好生氣時又好笑。 他心想鄉下有這樣的事,不妨回去吧。 於是,就帶了阿福,跟著倫永倫狗就回鄉下了。 一入村口,就有逐中的一班鄉親父老來迎接, 偷偷地將他引進祠堂商量,不讓倫士才知。 倫文罪又再問問禁酒的事,大家又說了一次, 倫文罪就說了, 仕財工這樣做,雖然是有些矯枉過正, 但原意是出院外戶後輩,是好意來, 我都怕他三分,不敢說直言相間, 唯有我看過想條路,兜個彎來提醒一下他, 令他回心轉意,取消這條條例就是了。 接著,他叫大家如此,這般地去佈置, 說到明天我有辦法的了, 大家聽了之後,大讚妙計,就分頭準備了。 倫文罪這樣才從整衣官,就去倫士才家裡拜訪。 倫士才聽了倫文罪回鄉,都覺得很意外, 立即出來迎接,走過禮之後請入後堂坐下, 他問說, 嘿嘿嘿,然後日前翻省城,老夫以為說, 你都驚已起程回京了,今天又回鄉下,所謂何故這樣呢? 哦,因為鄉下,有多少田產師傅未曾理妥, 故此回來,搞定之後我就北上了, 晚輩想說明天晚上,擺為酒, 敬請士才公駕臨寒謝稍聚,不知道肯不肯賞臉呢? 倫士才哪知是計,十分之歡喜,他說, 哈哈哈哈,既蒙倫狀元誠意相邀, 我又怎敢推遲呢?哈哈哈哈 第二,倫文罪依照計劃,就在鄉下一間祖屋的露台上設宴, 來招待倫士才,又請幾位有名望的鄉親來培植, 這間祖屋呢,好來世間的了,自從倫文罪顯貴之後, 大家改建棉木一身, 我露台在鄭街邊的,坐在上面, 就可以遠望百里江山, 撫嵌全鄉景物,最適合夏天休息, 喝宴的了,當時是夏末秋初, 夕陽西夏,萬風徐來, 士才公在幾個子孫的蓄勇之下, 欣然赴宴九十歲了, 上三層樓器不用扶樓梯,不用喘氣的, 倫文罪他們,欣勤接待,尊為上左, 紛紛捧上街牙,都為山珍海美之類, 但沒有酒,所以大家唯有雙請起快, 又沒有說那句飲性飲性的, 本來這樣的成宴舞酒實在可惜之劇, 但倫文罪為了說服倫士才解除禁酒令, 就不得不先順順他意先, 倫士才平日,都知道倫文罪喜歡喝一杯, 現在趁他不喝酒,自己都覺得不安樂, 他就說:「阿罪,老夫聽聞你在京師, 算得坐常客常滿,尊重酒不空, 今晚怎麼不喝一杯呢? 是否因為我在場的緣故? 我不介意的。」 晚輩當時,確是嗜酒如名, 後來聽聞嗜才功戒酒偉論, 才知道酒之危害甚於洪水猛獸, 少則廢時亂勝,大則惹禍傷身, 因此,年初開始,都已經與酒神絕交了。 今日回鄉下,又知道鄉文因為飲酒鬧事, 為此,士才功出了禁酒條例,不准飲酒, 讓酒,以及收藏酒具, 所以就更加不敢為例, 幸好在座諸位都是與他酒之有仇, 就請諸公無送食飽飯就是了,來來來。 士才功聽他這樣說,就信以為真, 是心花怒放,大讚倫文罪少年誠實, 能夠摒除惡習,一定前程遠大。 倫文罪再三謙遲,故意問鄉下禁酒的情形, 倫士才一邊猛食菜,猛爬飯,一邊猛講禁酒的經過, 如何自己平生自爭酒,如何禁止子弟,如何在營臣會日, 鄉文喝醉酒鬧事,打死人命,自己如何處置, 勾起來,即時禁酒,又將鎖定禁飲禁賣禁酒具等等的條例, 一一向倫文罪講解,套套不住口水花噴噴, 最後他嘻嘻大笑說,哈哈哈哈, 倫藏元,你認為老夫這樣的措施,這樣的條例, 適不適合,公不公平呢?哈哈哈哈, 倫文罪拍手稱讚,公平,公平之極, 既可以令到鄉文省錢,又可以平息著多爭端, 自此之後惡夾戒除,永為良善,都是拜士才公所賜,哈哈哈哈, 這頂高帽,就向著倫士才兜頭一粒,令到倫士才微飛色帽, 開心得有牙無眼,吃飽了,倫文罪故意附著倫士才走到陽台邊, 憑難遠眺,悲咒在這時,突然見到三個男人從遠處走過來, 倫文罪叫阿福,下樓去截著三個男人上來盤問, 阿福一聲得令就下樓,很快就將那三個人帶上來了, 倫士才見到三個都是鄉中子弟,就不知道他們犯了什麼罪, 見他們手藤腳震,面青口唇白,就問阿罪說, 阿罪啊,究竟他們有什麼過錯要逐牙審問這麼嚴重呢? 倫士才公,你有所不知,這三個人都犯了淫案,我已經查明了, 今天特別為本鄉除去帶害,倫士才公,請你坐在一旁,看過我怎樣審問就知道, 倫士才不知內幕,聽說淫案,果然就注意起來了, 只見倫文罪拍桌納說,你們三個叫什麼名,快點說來, 三個人無非都是倫大倫二倫三,是三兄弟來的,倫文罪就說,你們三個知不知嘴? 哎呀,我們三兄弟無農為生,安分守己,並無違非作底的行為,請狀元公長策, 哼,我不是說你們去偷好搶,是指你們三個人行為不正,尊號淫當叫忌, 無所不為,大壞我輪延向風,影響善良子弟,實屬罪大我極, 哎呀,沒有呀,沒有呀,藏元公,哼,你們這幫淫套,還敢說沒有? 以為本藏元不知道,本藏元識在上的,你們舉止輕挑,面上有桃花紋,一看就知道是好色之徒了, 加上,行路如擺柳,臉青口唇白,好人有限,若果不重速招認我就棍棒無情, 三個人一聽,心想,不明這樣都被倫文罪看得出,於是,你望我時,我望你,沒有說話好說, 倫文罪再三渴問,三個人才肯認,我們三兄弟確實有點不正經,因為未娶老婆,沒有人管束, 沒有人餵席,不得已才去妓院,好壞不壞,惹到那種病,醫藉都嚴不好,現在已經痛定屍痛,寧願改過前妃了,求狀元公歡恕啊。 嘩,嘩,嘩,視財公,我猜得沒錯了吧, 倫視財見到這樣都很坦服,稱罪聰明,怪得省城郡馬虎那宗劫案,兩天之內就被你破了啦,這樣, 其餘鄉身亦稱讚一番,倫文罪對那三個人說,本狀元這世人,最憎人淫蕩的,今日一定要嚴懲, 嚇到那三個人有得陣就沒得睡,一尾叩頭哀求饒鼠, 鄉身問倫文罪說,狀元公,你三名族人雖然犯了淫孽罪,但尚無大惡,正以想痛改前妃,請你念在同中分上重興處置啦。 倫視財亦都看三個人講情,倫文罪發佈了,他說,不行,血不放惡,至古萬惡淫為首,這樣的淫途正是江山易改,品性難移,如今雖然身患惡疾,暫時就不去嫖妓, 賺難保將來康復後,不會顧太復盟,而且觸外嫖妓還是閒事,難保不會向族宗婦女勾引,如果到處留下禍禍,就不堪設想啦。 視財亦聽他這樣講,心想,倫文罪素來寬宏大量,今天為何這麼小題大做呢?難道他和這三兄弟有仇,所以就要趁機報復,於是他說, 嘻嘻嘻嘻嘻,既然你定在三個人,犯淫業之罪,就打算怎樣處置呢? 嘻嘻,你三名淫途這麼大膽,無非是恥著天父本錢呢?如果淹了他們,變成太監,此後就再無後患了。 嘻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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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我覺得倫敏罪這樣做法太過殘酷,就很嚴肅地對倫敏罪說:「嗯,狀元公,請聽我老人家一句,倫敦他們三兄弟之前,雖然行為不正,身患惡疾,但是他們既然答應痛改前非了,那年代同中的份上,不如從輕發落放他們一條自身的路。」 若果想說警示後人,那就略略擱打一下也好,若果處於閹割之刑,對老夫看來實屬過重,因為三個罪不至死,呈恐一刀之下,傷殘三條性命,即使是不傷性命,亦都成了殘廢,卻止絕孫。 不論他們家裏還有父母,不想見到這種慘狀,就算是同族聽到,都為之心寒,恨請狀元公,啟向老夫面上,三思以後哼。 不行,我這樣做,就是要靜一靜同族風化,防患將來,殺一警白,所以剷草除根,免致來春復發。 不,士財公,你不要再為他們求情了。 講完,就叫阿福,將那三個人紮在欄杆那裏,跟著就剝三剝剝律。 那麽倫大三兄弟,喊苦喊忽,萬喊救命,倫士才見到這樣的情形急,想說祭祀啦,又見到倫文罪焦了臉。 唯有慫恨旁邊那些香辛話,哎呀,哎呀,你們看著這樣的慘狀,還袖手旁觀,快點勸一下狀元公啦。 那麽那些父老叔伯呢,忍著笑,果然齊齊向倫文罪話啦。 去咯去咯,狀元公,這樣做法果然是不通的。 你不如給點博免給我們從輕處罰啦。 因爲你三兄弟雖然是犯了罪,但是罪不至於閹割。 狀元公,若果一意孤行,就不但有傷天理,而且亦都帶為朝廷律例的狀元公。 放屁,向穿小事,誰大誰說的,用不著按朝廷律例? 就好像士財公今次禁酒的勵規那樣,既禁飲禁讓,又禁收藏酒具,條條勵規, 又是根據朝廷的哪一條律例來做的?不過是為了格除禍根之敢做的。 我如今扮你倫帶三兄弟這案,亦都是效仿士財公,產除禍根之法, 因爲酒和飾都是惹禍傷身的。禁飲亦需禁飲, 展飲具和破壞酒具都是防患之計。 士財公的禁酒做法既然對,本狀元公的禁飲做法又怎麽不對? 聽他這樣說,父老幾乎忍不住少,齊青說,這樣又有口道理? 原來狀元公這做法是秉承士財公的做法的。 倫士財年紀雖然老,但還未止於懵, 聽了一輪狀元最後兩句猛言醒悟, 他嘻嘻大笑說,哈哈哈哈,狀元公啊罪, 你們一班後輩,今天做一場大戲來借題發揮。 原來是虧間老人家禁酒的事, 故然做得有性有色,此無此讓,合情合理。 現在老夫竟然醒覺,不如暫且收場言歸正傳, 討論禁酒條規得失。 倫文聚和那群父老見到士財公已經醒悟, 就無需再掩下去,也大笑起來, 叫阿福拿出百元三十兩, 就賞賜給倫大的三兄弟,說是一場活劇, 辛苦你三兄弟,以後大家可以喝酒, 你們可以快點回去,喝一杯慶賀一下。 三個人一起多謝,之後就走了。 倫士財看倫文聚一番造作表演, 即時醒悟,是針對他自己的禁酒規條, 回心一想,果然覺得有很多人不通, 而倫文聚這麼尊重自己, 就無說直言阻止, 無說以權勢來押,而是洗計來點醒, 軟轉周全,殺廢苦心, 維護我老人家的聲望。 倫士財好,感激倫文聚之德, 他說, 唉, 勞夫對所定的禁酒條例, 如今自問,亦屬不當。 究竟啊, 罪對其中德塞有何高見? 嘿嘿, 不妨開誠報公, 勞夫自當遵從。 啊! 倫文聚, 就請倫士財, 以及眾香辛, 返回到露台, 返回到後堂那裏, 他說, 古人文,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, 視財功年高得眾, 曾造福喪子, 向你禁酒條例過當, 是小洩來, 無損得望, 欲成下文晚輩, 當已實相告。 今章, 自從禁酒禁制禁藏酒的規例執行之後, 奸人從中擾亂, 善良人受苦不堪, 今章, 向警方, 又不敢反對的事實, 都擺出來了。 就說, 酒雖然有害, 但少喝無防。 若果完全禁絕, 必然導致全逐反感, 又令到賣酒製酒的人無以為生, 消滅酒具, 損失財產, 更加被惡徒, 嫁禍善良, 種種害處不一而遭, 若果不速行改善, 便會後患無窮。 固然, 士財公今次禁酒, 是出以誠意, 為了造福後人, 為是凡人本性之中, 實有偏好。 嫖賭飲出去當然有一樣, 而這幾樣之中, 酒害其實是最輕的了。 你禁酒, 人們轉為好其他東西, 更糟糕。 若果士財公怕族人狂飲生事, 可以定下規條, 凡是因為喝酒而闖禍, 就加重來處罰。 那些族人還哪敢亂喝呢? 倫文罪講完之後, 鄉親立刻提聲附和, 倫是財至此, 仿然大吾欺認為有理。 翌日, 果然, 就將掛在祠堂的禁酒條例設了, 宣布解除禁酒。 一時, 全鄉人士皆大歡喜, 紛紛登門向倫文罪扣謝。 都說, 若果不是狀元公奇謀妙計, 說服是財公的呢? 本鄉又不知, 會因為禁酒搞出什麼大禍呢? 我們講講, 倫文罪回鄉下替族人解決這場禁酒風波之後, 逗留了三五日, 就啟程回省城了, 因為回鄉下經水路, 這人出去廣州, 就想說經陸路, 看看沿途的景物。 誰知道, 走到附近的鄉村, 叫祺教, 就被倫文罪幾句說話, 竟然搞出一宗驚人命案, 死了十五個人, 傷了二十幾人, 可謂慘極。 原來祺教鄉, 曾經有兩兄弟, 大哥叫陳心, 弟弟叫陳婉, 耕田為生。 陳心就已經娶了老婆生兒子, 陳婉未曾娶妻。 兩兄弟雖然分家了, 但因為手足程心, 還是同食同住, 沒有什麼計較。 有一年天旱, 農田失收, 發生飢荒。 陳心一家三口, 經常沒有米落鑊, 靠吃陳婉那份糧, 總不是辦法。 陳心於此, 就對老婆說, 現在寄荒, 不夠生活。 到明年入夏之前, 都快要捱肚餓了。 我想說, 去江西那裏賺食, 因為我又在世伯, 在那裏開藥行的, 以前曾經借下我伯, 五百兩銀就未曾還。 我若去到了, 世伯, 必定念在先父之情, 收留我, 給我那些錢。 我到時, 就會寄回家, 足夠養你和我兒子。 好過現在, 遊手號, 閒望天打掛, 又得到上天保佑, 一路平安, 事業成功, 三五七年之間, 賺到那些錢回來, 日後就可以風雨足食了。 不知夫人你以下如何呢? 她老婆呢, 就好賢慧, 好會大體的, 就說, 傅君, 既然要出外賺食, 爭取前程遠大, 我怎麼說不好啊? 但是, 由這裏去江西, 路途有幾千里, 起碼要百幾兩路費才夠的。 現在這麼艱難, 去哪處籌到這筆錢呢? 傅君走了之後, 我兩兒子拿衣食, 就靠斟子功夫了, 顧得食, 就不顧得著, 我捱下就無所謂啊, 但是兒子當長發育啊, 我怕, 祭傷他啊。 這樣就不難的, 我計過一下的了, 勞費省省的, 五十兩都夠的了, 可以把我名下的那間祖屋, 按給族人先, 日後再熟也不遲啊, 至於說, 你和我兒子的生活, 我想替我弟弟來照顧, 一場兄弟, 我想他會答應的。 於是, 陳心就把名下的祖屋, 按了給俗中一個有錢的人, 按了七十兩, 除了五十兩作為路費之外呢, 其餘就留下給老婆用了。 那林行, 和我老婆約好, 半年寫一次信, 寄一次錢回來。 好了, 今天時間到了, 究竟兩夫婦分別之後, 會發生什麼情形呢? 我就明天再說了。 千萬年寫一次信現在的祖屋, 我們在天派當中有了、 他問竟然未經文化, 他人從 π民主場的人跟祖屋是國屋, 就把, 他人年活在ため老婆婆, 他人不想要地要求, 你就很大機靈才安心無法宣井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